你说绝金球员最大的共同点是什么呀 他们都人高马大 还是都技术全面 都不是 你要闹这个事 估计约基奇 小伯特和阿龙哥登 会异口同声的告诉你 我们家的孩子都不太让人省心 约基奇这孩子一般不会让人欺负 因为他家几个兄弟 各个五大三粗 估计小时候约基奇第一次在外面被人揍 然后放出 我叫我哥来揍你的狠话 并且真的成功把他几个哥哥召唤过来的时候 他家附近应该再没有人敢欺负他了 是 现在没有人敢惹约基奇的麻烦了 倒是他亲爱的哥哥开始给他整事了 这不 今年季后赛胡人打绝筋的时候 约基奇的老哥斯特拉辛约基奇 就和一胡人球迷在看台上玩起UFC了 虽说当时没出什么事 但架不住人家秋后算账啊 根据胡人媒体人报道 斯特拉辛被指控三级袭击罪 眼看着又要持官司了 为什么说是又要持官司了 因为在2020年 斯特拉辛就因为妨碍电话服务和非法入侵罪遭到指控 再往前的2019年 他因为在家庭纠纷中索猴一名女子 被指控犯有二级攻击罪 而且之前斯特拉辛和约基奇的另外一个老哥 在社交媒体上和莫里斯兄弟对喷 言论激烈程度都涉嫌到威胁人身安全了 再加上约基奇早些年也是个暴脾气 在球场上也是不服就干得主 只能说约基奇这一家子多少都沾点超熊 小波特看到这里估计要泪流满面了 约基奇是哥哥给惹事 小波特是弟弟不消停 他家老五科班波特 曾经因为醉酒驾时导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 被罚蹲了六年的耗子 你说老五醉驾惹这么大事 其他几个兄弟多少应该引以为戒吧 还真没有 老六接闻把同样的错误又犯了一遍 他因为酒驾和超速 在密苏里州被警察逮捕 有老五和老六在 老四穷太犯的错反而就没那么严重了 就是因为涉嫌假赛和参与赌球 被NBA终身禁赛罢了 这为了赚钱吧也不寒碜 阿龙戈登表示 你们几个的兄弟至少还活着 我这哥哥直接给自己玩死 33岁的德鲁戈登 在马路上开着一辆机车和一辆皮卡撞一起了 根据警方调查 是德鲁越过了中心线 才导致和皮卡相撞 也就是俗称的逆行 考虑到他玩的还是机车 那这超速八成也是没跑了 好在呢皮卡司机经过抢就没什么大事 这要是让德鲁极限一换一 可真是有点冤枉 所以这哥几个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啊 喝酒不开车 行车要规范 打球你就好好打 没事 别往前眼钻